加拿大莲花王凯恩 祈求师父慈悲解答 如果住眼方的亲人 不相信佛跟真佛众 也没有修行宵夜 他死后我也没办法 去他身边帮他住念超度他 我除了帮他皈依师尊 自己修法持咒念经回向给他 及帮他报名足起超度以外 我还可以做什么去帮助他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请问哪一位佛菩萨 可以强制性超度他往生西方净土 求师尊金母可以吗 不空坚守观音 可以直接绑他去西方净土吗 这是加拿大安杰的问题 他已经想了很多了嘛 把我要讲的他全部都讲出来了 你求师尊 求金母 求不空坚守观音 直接绑他去 我差不多这个修法 修超度法 已经进行了到今年的三页 刚好是一年 我已经做了一年 我超度的是新冠病毒 死亡的众生 跟有言的众生 跟师尊有言的众生 跟新冠病毒有言的众生 我的超度很简单 上了法座 我请姚之金母 加持我 加持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加持五次 加持以后 我自己变化成为本尊 就是阿弥陀佛 我自己自化本尊 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一首是OK音 OK 一首是遗愿音 从遗愿音这里 有一个法床出来 这个法床变成十艘法床 变成百艘法床 变成千艘法床 然后姚之金母以大威神力 设招 勒令设招 新冠病毒的死亡的众生 灵魂 跟师尊幼缘的众生灵魂 降在这个法床上面 然后姚之金母以放光 以大威神力放光 扫过这些法床 千艘法床 将所有的幽灵全部 身心清净 他的中阴身全部清净 然后法床升上西空 升到西空之中 然后我以阿弥陀佛的身份 然后我以阿弥陀佛的身份 教授他们念咒 念阿弥陀佛的咒 念他们的咒 念他们的名号 所有千艘法床全部念佛 念佛词咒 然后开航 要是金母喊一声开航 这些法床全部 航向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航向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那这个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我就感谢 从姚之金母感谢姚之金母 感谢阿弥陀佛 感谢地藏王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大师智菩萨 感谢所有有关的所有佛菩萨 然后我入禅定 入完禅定 出定了以后 我在上床睡觉 每天晚上都做这种功课 就是我做了整个 整整做了一年 所以安爵 你只要把你的远方的亲人 他报名足起超度之外 你可以直接招请他 到师尊的超度法会 晚上的超度法会 我就能够用这个方法 把他接引到西方净土 我的赤地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跟大家讲的赤地已经很清楚 我就是这样子超度的 我没有隐瞒 我就是这样子 我先求我的本尊摇至金母 放光 造我 然后我自己变化成为本尊 再以本尊跟姚思金母的力量 想合作 把这些新冠病毒的 这些中阴生 跟有缘众生的中阴生 全部移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回答加拿大安吉尔莲花凯恩的问题